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包包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南海与国际海洋法的讲座来到了第七讲 我们接着上一讲继续来探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的争议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我们侧重分析的是 这边怎么有举手 我们侧重分析的是军事测量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张头图上 有这么几张图片 先看右上角这张 右上角这张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国军事测量船无瑕号 那么无瑕号这个船 大家可以看长得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船舶 军事船舶都不大一样 它当中是空的 那么它这种船舶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看左边这张图 那么类似的这种船舶 它往往装备了许多高性能的一些探测装置 比如说一些声纳 一些摇杆装置 它可以对于这个海底的地形 进行一个扫描 像这个图上演示的这样 那么还可以查这个海水的深度 密度 密度 延度这些 包括这水流的速度 总之这个都是一些科学参数 通过这些测量船可以测值 那么右下角的呢 这张图呢 我们有些朋友啊 已经有了很深的研究的 就是近十几年来比较热门的 我们说的新式装备 就是无人潜航器 那么现在各国都在研发无人潜航器 那么美国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 这个技术水平啊 还是比较领先的 作为最新的测量的一种手段 我们今天呢 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啊 从无暇号事件啊 我们比较熟悉的无暇号事件 作为影子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啊 当时的无暇号事件 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当然这个背景就是 中美两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内 军事测量的一个对立 那么军事测量相关的概念呢 在公约啊 我们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体系下呢 相关的就是海洋科学研究 以及公约当中提到的测量活动 那么到底这一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要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之后再探讨一下 无人潜航器的这样一个法律地位 那么这是一个相对公约当中其他的问题而言呢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发展 那么最后我们再针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测量的合法性 进行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歧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以无暇号事件作为影子 来了解一下中美两国 距今已经十几年前了 这一期算是当时算是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了 无暇号事件发生在2009年3月8号 那么简言之的话 就是当时我们的爱国的渔船 将美国的这个军事测量船 无暇号给围起来了 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 戏剧性的一些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时候 两艘中国渔船靠近的这个离无暇号只有15米左右 50英尺这个15米左右靠的是非常近的 我们来通过视频 通过两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这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写着这个渔船 琼三亚838几号 这个渔船上面都插着我们中国的国旗 那么这张照片就是在无暇号上拍摄的 这就是无暇号 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 当时美国的一个新闻当中的一个视频介绍 中央之后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记者 他说的很清楚 这个是美国这个电视台 驻这个五角大楼的记者 他提到美国的这个无瑕号 美国海军这无瑕号 他其实是拖着这个声纳 这个声纳是干什么用的 是追踪我们中国的潜艇用的 他不是来搞我们说的友好的这种行动 他是目的是追踪我们的中国的潜艇的行动的 那么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你跟我们上一讲提到的南海撞击 其实非常非常像对不对 都是在我们的海南岛的南部海域 只不过上次说的南海撞击是相对靠东边一些 那么大概的位置应该是也是在80到100海里左右 肯定是在我们海南岛的专属经济区当中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也不认为 中国伙伴没有伴那种行动 所以昨天五个中国伙伴 三个冘兴 二个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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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尾的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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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冘兴 一首尾的冘兴 一首尾的冘兴 所以这里他谈到了 那么我们中国的两艘渔船 就是开到他的这个无瑕号前面去了 那么很有可能 如果这无瑕号不改变航向的话 会撞上去的 那么我们说无瑕号 他这个发的这个通讯 没有我们没有理他 所以呢他采取了所谓的防御措施 那么这个无瑕号 他不是具有攻击性的武装设备的 那武器装备的 所以他采用的是什么 是我们说的灭火用的消防龙头 消防龙头去喷水 朝着我们的这个渔船喷水 那么这里他说 我们这渔民很勇敢 他这个水龙头朝我们渔船喷 结果我们这渔民就衣服都脱光了 只剩一条内裤可以说 还在这个围堵他 所以这个美国人认为 你这个行为啊 非常鲁莽 莽撞危险 而且是挑衅性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定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现场的画面 因为这个清晰度不高 为什么因为这毕竟都是十几年前 十二年前的这个 录像设备了 我们可以看到 Live action photo Chinese harassment All of I've taken today is video 你可以看到这张啊 这个画面上无暇好的船员 手上拿着的就是消防的这个器械 我们这个楼道里都能看到的 这消防龙头 Lew and Wilson man the hoses while the Chinese irritate us to tears Here he comes for another swipe at the array cable Damn right If anything happens someone finds his camera Bobby's a good man Leave him alone And don't cut his hair That's right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最左边这船的最左边啊 有个人啊 可以看到有个人 他现在弯弯腰下去了 平息度非常有限 靠近左边这边 有个人 在这个围杆后面 围杆后面也有个人 He's waving his flag 在挥着这个旗子 He's waving his flag Tank him He won't be standing on the deck If he does He'll be gargling seawater Are you grabbing the speed? Maybe he's trying to get his net I don't know what he's doing He's got some kind of pole Maybe he's trying to get his net 这是另外一个画面了 可以看到远处还有几艘船 等于是包围了五下号 这确实非常近了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渔民在这边洞 船的边缘还挥舞着国旗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看到前面啊 五下号前面也有我们的船 这边还有两艘 那么这个白色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公物船国了 可能是渔政船或者海警船之类的白色的这个涂装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经典的战力 可以说的经典的一个战力 好 那么这个事件的话 美国当然是认为我们是在挑衅他 你可以看到是海南岛南部75海里处 那么刚才视频当中啊 五下号的船员也说了啊 这是中国的一种极具攻击性的 他用的是这个aggression这个词啊 具具有攻击性的一种挑衅行为啊 这是高清的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渔民 那么文字描述当中也说了啊 我们是尝试用这个鱼钩啊 去把他的这个把它拖曳式生亚要给搞掉 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了啊 那么美方观点啊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啊 专属经济区当中军事活动一样的 就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美方认为啊 沿海国在国际法上没有权利在专属经济区当中 针对外国的军事活动进行任何的规制 那么你中国的这种啊 不管是渔政船还是你的渔船 你的这种啊运作啊 运动啊是非常不值夜的啊 那么我说那个时候还没有 没有这个海上这个意外相遇规则 那么对于船其实也更更加啊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啊 相应的一个甚至连建设性的规则都还没有出来啊 那么当然这个话你其实放到现在的场景下吧 因为我们上上一次也提到了 美国的这个军事测量 其实和他的军机侦查一样都非常频繁 从来没停止过 你就把这段话放到现在啊 基本上也是适用的啊 如果讲美方的观点的话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指责也算是比较的典型啊 算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啊批判吧 可以说 那么我方的观点 当然我们说3月8号发生的这个事件 3月11号啊 当时的这个发言人啊 马朝旭啊 就这个提提问啊 就记者提问进行了一些回答 那么有记者问啊 那么美国认为你中国的船只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其中包括两艘渔船 在南海国际海域啊 我国际水域 我们再三强调 国际水域这个词是美国自己创设出来的啊 那么现在在很多西方媒体啊 经常会用 甚至我们中国的一些媒体 有时候也时不时的会用国际水域啊 这些词 那么这个词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的术语 他主要指的是啊 领海之外啊 美国认为的领海之外的啊 也就是一国的主权水域之外的那些水域 其中也包括主权管辖的部分海域 比如说专属经济区啊 都认为是和公海一样 都属于他统称为国际水域 那么啊 进行骚扰 这是美方的单方面的一个说法啊 或者你可以说是挑衅或者怎么样啊 那么中方的答复啊很清楚啊 那么外国船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 活动的问题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法98年的 还有这个共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海洋科学研究啊管理规定都有明确规定 那么这些规定啊我 中午的时候已经啊 将这个基本资料啊主要是一些相关的法条啊发到了群里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这两个都是线性还有效的啊 中国政府一贯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此类活动 那么主要当当中相关的这些规定呢 就是外国的个人和实体要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当中进行测量测绘的话 或者海洋科学研究的话 需要得到我国政府啊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啊批准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那么美方监测船无暇耗啊违背有关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那么国际法这里啊 既然引用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那么显然是公约当中的一些规定 但是具体哪个条款啊我们并没有提啊 那么国内法的话啊就是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 未经中国许可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活动啊 我们提出严重交涉啊要求他啊避免不再重犯 但实际上啊美方是置若罔文 那至今还在进行不断的这个测量 我们的国内法啊我这里啊又列出来了 那比如说专属经济区大陆就大大陆加把第九条啊 提到了啊如果要进行啊在专属经济区当中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的话要得到我国主管机关的批准啊 那么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第四条啊 其中也提到了啊要搞海洋科学研究的话 也要得到我们的主管部门啊 那么这里的主管部门是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是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国务员批准之后 那么我们说以前有这个海洋局 那么现在说不定就是由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一些部门了啊 测绘法第八条其中也提到了啊 那么你如果要进行测绘活动的话 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啊 那么也要得到我们国务院的啊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这个批准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些国内法当中啊 很多都涉及海洋科学研究 那么海洋科学研究我们之前在第五讲谈到专属经济区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了 那么这个是属于沿海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当中的一个主权权利 那么未经许可的话外国是没有权利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当中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 当然海洋科学研究本身是作为一项公海的这个自由之一啊 那么是在公海当中是有的 那么相关的啊 像水文测量军事测量啊 我们都要来探讨 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美的分歧又在哪里 那么先来看啊 第一个概念海洋科学研究啊 相关的一些概念 哎如果大家去看联合国海洋法工业的话 他有一个部分好像是第13部分 是完全都是在讲海洋科学研究 相关的条款是非常非常多啊 那么我们一般传统的海洋法的学习或者教学当中啊 很少会侧重搞海洋科学研究 因为这和我们一般说的海域啊 就是海域的一些介绍相关制度呢 好像比较遥远 那它是一个比较专业化的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啊 相关的课程当中可能是不会专注于讲海洋科学研究的 但他其实在公约当中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那么他的条款数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你如果看公约的话 虽然有这么多个条款 几十个条款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 那么在公约最开始头的这个用语啊 定义用语部分呢 你连这个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有这个环境污染青岛这些 但是没有啊海洋科学研究这个啊 含义啊所以我们这里啊 我这里引用的是啊 学者啊 学者著作当中的一个定义 所以我这里加的叫做学术性定义 不是公约的啊 法定的定义啊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那么我这里找的是 Roswell和这个Stevens的啊 这个国际海洋法第二版当中的一个定义 他说以增加人类对海洋环境的知识 为目标的任何形式的科学研究 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他的这个研究对象啊 主要有海水海洋生物 海底岩石海面上大气海岸带等等 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一讲有关的啊 主要是啊 我个人认为啊 主要是海水当中的这些问题了啊 并不涉及海洋生物这些 那么海洋科学研究啊 如果从具体的啊 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些对象来分的话啊 我们说啊 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啊 根据这个主要对象的话 你可以分成海洋水文气象研究 海洋地质学研究 海洋化学与物理学研究 海洋生物研究 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军事测量问题啊 或者说水文测量问题啊 它主要是海洋水文啊 当中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想象一下 这一些都各自的是属于基础性研究呢 还是应用性研究 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啊 因为海洋科学研究这是个新的内容 在之前的第一次啊 联合国海洋法会当中 并没有过多的设计 甚至我们说公海自由当中啊 海洋科学研究这项自由也是后面加上去的 那么关于这个海洋科学研究 在专属经济区当中的这个性质地位的话 到底有什么争论呢 啊我们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观点啊 可以说两大观点 第一种是事先同意论 或者说叫专属管辖论 代表是七十七国集团啊 发展中国家的为主的七十七国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的观点是在沿海国主权海域 及管辖海域内 那么主权海域我们说了啊 之前都啊探讨过的 有有这个内水有林海 这都是主权海域 那么管辖海域的话 要加上像毗连区 还有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当中啊 新创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啊 都算在内 那么沿海国有专属权利进行啊 管理科学研究授权科学研究 那么他国未经沿海国民事同意 不得进行科学研究啊 这我们说的事先同意论 或者专属管辖论 那么与之相对的啊 有一些海洋大国 当时的海洋大国 比如说美国苏联啊 这些主要是一些西方国家 和当时的第一世界国家 那么强调的是一种科研自由 那么他们认为海洋科学研究的主旨 是为全人类谋福利 那么这种科学研究 既然是为了全人类好的啊 那么应该自由进行 不要有什么限制啊 当然他也提出 如果是跟资源开发有关的呢 那应该真的沿海国统一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海洋科学当研究当中 有的是跟海洋生物啊 海洋资源有关的 那么这一些啊 因为要跟我们说的 专属经济制度有关了 对不对 你这个生物资源啊 非生物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 显然啊 你要先做研究啊 你比如说要勘探啊 对不对 那么就这种研究的话 那涉及到沿海国的主权权利的话 那当然应该啊 得到同意 但是与这些自然资源没有关系的研究啊 那就啊 我是为全人类福祉的 那不是为了这个要偷取你 窃取你的这个 主呃 你的专属经济区当中的这个自然资源的 所以呢 应该是自由的进行研究 不要有任何的限制 那么显然我们中国的话 是站在77国集团的这个立场上的啊 我们说在整个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呢 我国的主张啊 在专属经济区这个问题上的主张 和77国集团是站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当时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代表团的发言呢 就指出海洋科学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的 与沿海国安全经济的海洋资源有关的 因此啊 他国未经民事同意的话 不得进行科学研究 因为你海洋大国 你企图将海洋科学研究啊 又分成啊 设计资源类的和非设计资源类的 那么这些呢 很难界定啊 大家想一想就会发现很难界定啊 那么 所以我们认为他要么是直接与沿海国海洋啊 这个沿海国的安全经济地有关 那么也有可能是间接的有关 就你这数据到手之后啊 你科研之后啊 你获得这数据 你完全也有可能伤害到沿海国的 影响沿海国的安全 或者你用来这个啊 看看资源都是有可能的很难界定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认为事先同意论更好 那么实质上我们如果看公约当中最后 确定下来的啊 明文规定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接受了事先同意论 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那么公约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呢 有些基本的原则大家了解一下啊 比如说第240条啊 就提到了啊 大家又可以看到 又出现了专为和平目的而进行啊 这个是在讲公海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过了 那么在这里再次出现啊 海洋科学研究因专为和平目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开展 不是为了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能说我研究是为了去攻击其他国家 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 那么这和联合国宪章 以及一般国际法的这个规则啊 是相矛盾相冲突的 甚至说违反强行法的啊 所以啊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其他的这里啊 这个也很重要 第C项啊 海洋科学研究不应对符合本公约的海洋 其他正当用途有不当的干扰 啊 那么 而这种研究在上述用途中 应适当受到尊重啊 这是一个啊 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那么研究活动啊 跟这个主权没有什么关系啊 跟主权权利没有啊 主权权利的这个管 管辖这个权利啊 你你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研究啊 获准研究 那我们会产生其他的权利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严海国在专注竞技当中啊 有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 这个是第56条在提到啊 主权权利当中就啊就涉及到的 所以这个权利在专属经济区当中是归沿海国的 当然也有附带相关的管辖权 那么第246条啊 再次重申 在专属经济区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话 那么应经过沿海国的同意啊 所以我们简言之就是 就是严海国有权来管其他国家在本国 专属经济区当中的啊 海洋科学研究 研究国的义务 刚才我们说了啊 246条第8款提到啊 那么你如果获准研究的话啊 我们说你得到批准的话 那不是可以开展研究了吗 那么不应对严海国行事其他的权利啊 主要是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啊 有不当的干扰啊 你比如说你在这里搞科研 结果把我这个渔民啊 渔民的这个捕鱼活动啊 受到影响了啊 那么这个是不行的啊 或者你这个科研当中产生的污染 影响到我严海国的啊 其他权利了 那那是不行的啊 所以这点我们说 权力和义务都是相辅相成的 好了 讲完了海洋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现在关键要看 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经常啊 在学术论文当中啊 会看到的水文测量啊 有的时候翻译成叫海盗测量 那但是我一般用的是水文测量 这个军事测量啊 美国学者啊 官方的学者 包括他的官方一些立场文件当中 经常会提到的叫做军事测量啊 以及海洋科学研究啊 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么显然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啊 放在这边一起说的话啊 那么或许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但显然很难将他们都完全混为一谈 用一个海洋科学研究全部覆盖 似乎又不大又不大客观 那么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的争议啊 一个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啊 到底海洋科学研究怎么样 是哪些活动算海洋科学研究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只是某一个学者著作当中的观点 那么水文测量啊 军事科研啊 那么是不是属于海洋科研 我们刚才提到海洋科学研究啊 根据学者的定义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 那么军事科研能不能认为啊 包括军事测量在内的啊 美国所说的军事科研 是不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大概念下的一类呢 能不能归到应用型的科研呢 我个人观点是肯定的 你海洋你军事科研难道不是正正是运用于军事领域的这种科学研究吗 这个好像美国学者也不会否认吧 那么是不是会跟航行有关的活动 我们之前提到公约当中啊 讲到专属经济区当中的啊 和航行有关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啊 如果是跟航行飞越自由啊 有关的其他海洋啊 合法用途的话 那是不是能够归到这一类当中去啊 我们这个又又有争议了啊 美国说我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 下面拖一个声纳啊 拖一个声纳 那么这个是跟航行有关的啊 所以不是海洋科学研究 你海国不能管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其他合法用途啊 到底怎么来理解啊 当然 凡是涉及到海洋科学研究不能违背大概念啊 我们刚才说的240条的这个基本原则 其中就是因专为和平啊 目的而进行啊 这一点啊 大家要记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立啊 中美双方的一个对立 刚才抛出的这几个问题 我们来看的话 1111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中美在这些问题上 基本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我们先来看 我国认为啊 测量属于海洋科研 应该受沿海国专属管辖啊 我们刚才的这个国内法当中啊 就提到了啊 根据公约的话 那么海洋科学研究应该归沿海国专属管辖 那么美国的一些啊 所谓的测量活动 比如说无瑕号的这种测量活动啊 是非法收集的情报 而且这些情报呢 可以用于潜在的使用武力 那么这就有备于公约当中涉及的很多 于和平目的或者说禁止使用武力 或武力威胁有关的啊 一些啊 规定的啊 像向左拉啊 像冲突了 潜在破坏海洋环境啊 我们之前提到啊 那么你弄个声纳或者是弄个什么探测仪啊 你是在往海洋当中引入人为的引入能量 根据公约的啊 用语当中啊 你污染海洋环境就包括人为的引入能量啊 啊 我们说了你这个搞一个声纳在下面啊 会扰乱一些鱼类的啊 一些活动啊 啊 那么美国说哎 我这个 我这个都是classified 啊 我这些东西数据classified 啊 那那是军事机密啊 那不是一般的科学研究 如果一般科学研究 为了全人类的我都是公开的 啊 但我那都是军事的机密 所以我不公开 那我们说你测量是在我的主权管辖海 啊 这个你我的管辖海域啊 你在我的管辖海域当中你测去了数据 你你又不公开 你就可以算是一种窃取我的这个 专属经济当中的一些水文数据啊 啊 美国呢 哎我们来看基本上是完全啊 对立的 他认为啊 还这个测量活动啊 啊 水温海盗测量啊 那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啊 啊 如果属于海洋科学研究 那当然 啊 是归你沿海国啊 主权权利来管的了 但是 由于我认为这些测量活动和海洋科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你的这个海洋科学研究的子集啊 所以呢 应该是属于传统的公海自由在专属经济区当中的保留 也就是不属于你沿海国管的而属于公海自由当中的啊 归属于在专属经济区当中其他国家啊 或者说所有国家啊 享有的自由 哎 那么特别是在公约当中啊 提到的啊 58条提到的与航行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啊 比如说传播的操作啊 那么他认为这是属于这一类的啊 这一类的啊 自由 那么你中国不是指责我这种军事测量是搜集情报吗 那搜集情报和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并不能啊 划上等号 如果能划上等号 那不行了 所有的军事侦察机军事侦察船舶 那都变成是潜在使用武力了 那么这些船舶的一旦投入到使用 就变成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 那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啊 特别是像一些发达的军事国家都有军事测量 而就都有这个军事侦察的这些船舶或者这个飞机的啊 你如果说这些船舶或者飞机的存在或者他们的运作就变成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话 那显然这些船舶就不应该生产出来 对不对啊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所以他这些正常的开展活动啊 啊我们说侦察船舶就是侦察用的测量船舶就是测量用的啊 你如果这个测量活动都算是使用武力或威胁的话 那么他们本身存在就是一种违法啊 显然不符合现在国家实践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啊 他玩文字游戏的 他说你看啊 在公约当中有一些条款啊 涉及到啊 比如说啊 无害通过当中列举的有害事项 还有过境通行群岛海盗通过当中都涉及到啊 测量和科研啊 然后这两个都是并列出现的啊 同时出现 哎如果这两个是一回事的话 你比如说按照你中国说法啊 海洋科研就包括测量啊 如果测量就是属于科研的一部分的话 为什么这些条款当中要并列呢 啊他他是玩的这样一个文字游戏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21条第一款迹象通过领海的有害行为当中啊 我们列出很多对不对啊 有11加X项啊 11项明确的还有一项是所所谓的口袋的 那么其中就提到哎 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啊 和和我们都知道是并列关系 那么他说哎 水文测量和海洋科学研究显然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水文测量是海洋科学研究一部分 这里只要写出一个啊 就是海洋科学研究在通过领海的 无害通过领海的船舶当中不能用啊 不能从事这样行为 那没必要再加上个和水文测量 由此可以看看到啊 水文测量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 那么第40条当中啊 关于这个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制当中也提到了啊 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包括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的船舶 也就是说把海洋科学研究的船舶和水文测量的船舶 那可能是分类的 那么不得进行任何研究或测量 虽然这里用的是货但显然啊 特别啊 是指出测量活动啊 将他独立于科研啊 那么显然他说 哎这显然再次印证啊 不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说在群岛海盗通过之当中 有比照这个过境通行的这样一个规定 也是提到研究或测量活动啊 这是美国的观点 那么我这一难啊 不对中美双方的这观点做出任何的啊 明确的判断 因为这非常困难啊 可以说双方都有道理啊 你要是一定要说 谁更有道理 这个我我老实说 我们研究法学的啊 很多时候并不像这个啊 情剑那样是非黑即白啊 这不是这个黑白非常分明的 所以所以大家就看这张图吧 这张图啊 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是南海研究院的这个中美研究中心的 红农啊老师啊 红农老师的一一篇报告当中提到的啊 你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是啊 军事科研啊 也就是我我比较赞成的一点就是 军事科研啊 是属于海洋科学研究 在军事领域的领域的这个运用 是一种应用性的啊 海洋科学研究 那么他这里用的是军事海洋科学研究 那么这边呢是美国啊 自己啊 非常强调的概念 比如说有这个军事测量情报搜集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情报搜集的话啊 就包括我们上一讲提到的军机的侦查 对不对 因为军机也在搜集情报 那么你这个测量船在水里也是在搜集情报 那美国经常将这个两个呢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水文测量 当然有的地方翻译成叫海盗测量对不对 那么他这里是放在一个重合的位置 什么是重合的呢 也就是他既属于军事海洋科学研究 又属于啊军啊这个军事测量和这个啊搜集情报 那我们说右边这个柄啊就完全是军事活动了 对不对 左边这个他是跟科学研究为主的 那么海盗测量啊 他是中间地带 如果落到中间地带意味着什么 那么至少也是属于啊 当然他既是军事活动 他又是海洋科学研究 就在军事领域运用的军事海洋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那么只要他是属于科学研究的啊 那都啊我们说根据公约的条款 应当属于啊 应当属于沿海国专属管辖的啊 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这是洪农老师的一个判断 当然了洪农老师也啊 这个报告当中并没有对啊 美国提出的这些啊 比如说这个公约当中将这两者并列 这怎么来理解啊 有可能只是一个文字游戏啊 那么也有可能是当时并没有啊 特别的一个啊 一个什么用意啊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评注当中 对于这个是不是有专门的提及 那么显然我们说无瑕号事件 只是美国海军测量船 在我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当中军事测量的其中一例而已 这个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啊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南海战略探视感知当中啊 会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啊 这个啊 专题报报道 我这里呢是从这个美国学者啊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学者啊 他的这个著作当中啊 列出的啊 这也就是他自己公布的一些啊 我们可以看到时间跨度从2001年到2013年啊 那么里面就涉及到了啊 像暴敌旗号 像胜利号 无瑕号 他其实有二十几艘类似的这种船 那么海域的话啊 有黄海 有南海 有东海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无瑕号的话 事件是在09年的3月份 那么相关的啊 我们对他的一个啊 我们说应对也好 反制也好啊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有靠近他警告的 有军机盘旋警告的 渔船骚扰的啊 还有强光照射的海间飞机飞飞跃他上空的啊 那么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说的无瑕号事件啊 我们围堵他了 那么这个可以说非常频繁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最近啊 这么我们说的几年啊 这些情况依旧啊 惯常性的出现 当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啊 对峙或者说这个海空意外事件 目前啊 暂时还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暴敌旗号啊 类似的这种啊 测量船或者说这个勘测船啊 那么他非常先进 那么你看介绍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很多啊 你比如说卫星导航啊 海图绘制啊 定位啊 包括伏兵这些 那这些你告诉我说 如果这根海洋科学研究没关的话 没人能相信 我们就正常的没学过法律的话 你就是中小学生 你看这一段 然后问哎你觉得这些啊 比如说雷达导航海上定位算不算科学研究 小学生都能告诉你肯定是科学研究 所以你美国如果说我这个船做的不是啊 海洋科学研究的行为的话 估计也没人会信 那么这里说的所收集的情报干什么用啊 供美国的战略和攻击潜艇主动进攻 或拦截他国潜艇 我们刚才新闻当中听到了 美国的他的这无强号当时啊 在我们海南岛南部的这个海域 他干什么呢 他追踪我国的 他搞个声纳来追踪我国的潜艇的运动啊 对不对 这是暴敌旗号可能啊 那么2002年9月19号啊 我国的美国金舰进入黄海啊 其实就是这个间谍船啊 我们的渔船撞上他的这个间谍船啊 那么后面还发生过一些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用这个渔民用这个渔沟啊 把他这个拖液式声纳给弄掉了 这也是出现过好几次 那么这些设备啊 我们说他要执行这些功能的话啊 测绘海底地形也是非常常见 这和我们上一讲提到的这个军机侦查一样 这个军机侦查当中啊 他的这个比如说这P8A 他这个机舱当中有大量的高性能的电子设备 然后有很多屏幕啊 他测量的他这个侦查的时候啊 通过这个机载的电子设备啊 他这个屏幕上就会显示出来 那我们上次看到这个摄像机当中 将你这个中国南海岛礁啊 上面的一些卡车什么人员 都能拍的清定处处 那么他这个间谍船也是一样的 他不管是声纳也好 还是其他的探测设备也好 他就船这么开过去之后 这个船上的这设备屏幕上啊 就会出现一些数据啊 图像都会有 所以是高性能的 那么海军战争学院的 那劳尔佩德罗索教授啊 在他的这个论文当中啊 还公开夸耀 他说哎值得一提的是 我这是根据原文翻译的 值得一提的是 所以他这是来炫耀的 他说美国海军的25艘军事测量船 在没有引起事故的情况下 已经测绘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海岸线 只有中国采取了抵制的行动啊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你看我没有引起任何事故 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啊 已经测绘了世界四分之三的海岸线 这不得了啊 他美国海军都到处跑 不光是在我们中国 他全世界跑四分之三被他测完了 这还是11年前的论文当中的 啊提的数据 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 技术上也有很大发展 是不是全世界四分之四的都被他测完了 那这不得而知啊 他说只有中国采取了体制的行动啊 针锋香对矛头直指我们国家 那么哎我们说啊无人潜航器啊这是一个新的发展 那么无人潜航器啊长的样子都各种各样啊但是我们啊比如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无人潜航器还是2016年12月15号的啊南海无人潜航器事件 当然这个事件最后到底这个事发海域到底是在哪里啊 啊那么有有人说是在这个我们的断续线内有人说是在断续线外是在菲律宾专属进去当中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件当时也是闹了一阵子啊引起了许多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新闻视频 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南海有关海域打着民间科考的旗号获取南海海域的信息 美海军的无人潜航器抵径侦查这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南海 那么无人潜航器能执行哪些任务美无人潜航器出现在中国南海海域到底想干什么 军事专家指出造型轻便性能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主要发挥水下侦查监视作用 美国已在水下作业多年除进行定位跟踪外还可录取舰艇的水声指纹以辨别不同潜航 也可以收集海洋水温等海洋信息资源 据美媒体报道美海军正在研究在海底大规模部署无人潜航器 其设想是通过在七大洋海底部署无人潜航器和配套的水下服务站 形成海底高速公路网 美官员透露 这艘被捕获的无人潜航器隶属美海军 当时正用来监测水的沿度和温度以绘制水文地图 而且自称是在中国南海海域合法进行军事测量 享受主权豁免保护 专家表示 依据国际海洋法的相关规定 沿海主权国家拥有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科考活动的管辖权 沿海国可以管理授权和进行海洋科研活动 其他国家未得到沿海国同意 原则上不能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美军在中国南海部署无人潜航器 除了声称民间科考测量海洋信息资源外 其战略意图是搜集南海海域的次表层水温 沿度 密度 海流及水下生长等 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信息 此外 当无人潜航器一旦应用于对中国领海的抵近侦查 可能用于获取中国海军各种作战平台信息 以及潜艇出航的航道信息 进而对中国海上军事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中国需有针对性的发展相关防范与反制手段 那么这个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 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无人潜航器 它的这个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来看 什么最后的结论 他说的很清楚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军事平台 比如说潜艇的这个航道 他都能搞出来 那么当然这个严重性就比较潜在的严重性 威胁性就比较大了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这里也强调了 根据国际海洋法 那么一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当然也包括领海内的 有权进行对这个外国的海洋科学研究进行规矩 那么问题是 2016年12月15号的这个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海域啊 是不是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当中呢 因为我们在南海 专属经济区明确的 一个是海南岛的专属经济区 还有是西沙群岛华乐基线的专属经济区 那么至于像其他的海域 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在哪里啊 这个好像目前我们并不是非常明确 那比如说中沙群岛附近啊 比如说黄岩岛附近 专属经济区在哪里呢 那你如果专属经济区不明确 那么相关的这个位置啊 它无人潜航器的 我们即便认为它是在海洋科学研究的话 那么你要去管它的话 这个位置就很关键啊 就也容易引起争议的啊 这一点是题外话了 那么我们啊就来看一下 这个无人潜航器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啊 可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包括我国啊 也都在研制无人潜航器 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无人潜航器它的这个地位啊 似乎并不是非常明确 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无人潜航器 那么我这里用的是 应该是美国海军啊 指挥官手册啊 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上的一个定义了 从水面水下或空中发射平台发射的 自动遥控或遥控控制的啊 水下船只啊 它定义为水下船只的 目前主要有全自主型啊 沉控性就程序控制的 还有暗机遥控 那暗机遥控的话 那么对人的依赖就更大了啊 人要在暗上进行操作的 那么沉控的话 预先有个编程的啊 那么发 投放之后 它根据既定的程序运作 我们刚才那个视频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啊 它有的甚至可以 出来之后还可以破壳而出 飞到天上去 然后再到水里面啊 所以说频动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啊 它可以用于情报搜集 监视侦查啊 像刚才我们视频当中就提到 美国要在南海 甚至七大洋都搞海下的啊 海里面的啊 信息高速公路 就像我们的这个无线信号啊 那四级信号 你要搞很多基站 对不对 要造很多基站啊 那么一个个这个信号传递过来 那么它搞这个 无人潜航器就不在水下啊 不在水下的 那么可以进行反潜作战啊 我们刚才多次听到 但是无人潜航器针对的是 我们中国的潜艇 以及其他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的 海洋学调查啊 网络通信这些 那么美国认为啊 无人潜航器只服务于国家 并用于非盈利用途 享有国家豁免权啊 那么我们国家对于 无人潜航器到底是怎么看 包括他是不是享有 国家豁免权 似乎现在还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立场 那么有一个问题很关键 无人潜航器是不是军舰呢 这个也是啊 各种国家啊 都有不同的观点啊 你像好像德国的 他的海军手册 当中是定义为军舰的 但是好像现在将无人潜航器 定义为军舰说 似乎并不是占主流啊 因为我们知道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 这个军舰的话 他有个重要的啊 你像这外部标志什么 这都没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得有有船员 对不对 不光是有这个军官指挥 军官指挥 你可以说我遥控指挥 但是这个船员怎么理解 有有有服从一个国家武装部队纪律的这个船员 要配备这个船员才行 包括军机也是一样 你要说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机 是军舰军机的话 似乎这个要素很难满足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这里啊 涉及到啊 跟我们有关的 今年啊 9月1号刚刚新生效的啊 海上交通安全法新版本啊 里面就有一些新的规定啊 其中第54条提到啊 下列外国级船舶进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那么其中有一类外国船舶啊 有一类船舶是潜水器 因为无人潜航器 它是这个界定啊 确实现在还有一种学说 叫做潜水器说 甚至有说是潜艇说 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那么怎么来看潜水器 潜水器的话 我们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条 关于无害通过时的潜艇 及其他潜水器 这规则当中提到过 那么那一条当中说啊 这个潜艇及其他潜水器 通过无害 无害通过领海的时候 要浮出水面并展示旗帜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啊 那么显然潜艇和其他潜水器 似乎不是一回事 那么似乎无人潜航器 似乎不能完全归类到潜艇当中去 那么无人潜航器 是不是我们说的公约第20条 当中提到的其他潜水器呢 那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又要受到我们这个第54条 和我们第54条第一款当中 将它列为外国级船舶当中的 这一类潜水器有关呢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不是 如果这个无人潜航器 进入我国领海的话 应当向海市管理机构报告呢 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过 目前似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啊 好像关注的还比较少啊 我还没看到有人在讨论啊 结合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 新修订版本来讨论 那么我觉得这一条也是相关的 海上交通安全法新版的第92条 外国级船舶可能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水领海安全的海市管理机构 有权责令其离开 显然我们从刚才的这个视频当中 就明确告诉我们了 无人潜航器用于军事目的的 极有可能威胁我国的海洋安全 甚至领土 其他陆上领土的安全 那么我们如果按照 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这一条的话 哎因为你外国级船舶当中包括潜水器 如果将无人潜航器列入到 外国级船舶当中去的话 如果是归到这54条这一类当中的话 那么我们有权责令其离开 的问题是怎样责令无人潜航器离开呢 特别是那种全自主的 怎么责令他离开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第117条负责当中提到了啊 船舶啊 其中就包括潜水器啊 这一点我们就是定义当中啊 明确的啊 潜水器显然是属于船舶当中的 第120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啊 外国级军用船舶的管理 那么注意 这里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 这个范围包括什么 这个海这个我们说依据公约啊 管辖海域其实除了内水领海之外 也包括我们的品连区和专属经济区 对不对 专属经济区显然是属于我国的管辖海域 如果我们将潜水器归入船舶的话 那么外国级军用船舶 比如说外国啊 美国的这个军用的无人潜航器显然就属于外国级军用船舶的这个范畴了 那么他如果是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 以及我们要注意 我们很多国内法当中还有一个术语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管辖海域 其他管辖海域要比我们的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更多 我个人的解读是包括在公约规定的这些管辖海域之外的 但我国依旧有权管辖的这部分海域 那么特指我个人观点认为是特指 比如说我们南海断序县内的 但又属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范围以外的那部分海域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称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管辖海域 那么海上交通安全法是不是也适用在其他管辖海域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说在断序县当中的无人潜航器 也要受我们海上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制了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逻辑 当然我们说对于无人潜航器还有一种解读 认为它不是船舶 它是属于船舶的附属或者说船舶的数据 它不能脱离这母船而存在的 我们说是属于船舶的附属 也有这种理解的 但是我们海上交通安全法当中的这个 似乎是将无人潜航器列为船舶的 如果是船舶 如果是军用船舶 那么第120条应该是相关的 这是我的个人的对于无人潜航器的一个相关问题 特别是结合我们海上交通安全法新的这些内容 我的一个判断 那么国内研究这个无人潜航器的也有不少学者 像我的好友刘丹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刘丹老师 那么他在应该是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当中 有一篇专门探讨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的 以及一些挑战的 国际法上挑战的有一篇文章 也是比较新的 应该就是今年吧 今年好像是今年的一篇 我是今天早上才看过的 十四五页的一个篇幅 基本上将这个问题探讨的比较深刻了 其中还涉及到武装冲突法当中的一些问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已经将这篇文章PDF放在我们的推荐阅读当中 等会我们讲座结束之后发到群里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下 专属经济当中军事测量的合法 因为我们讲中美之间关于专属经济当中军事测量 作为军事活动的争议的一大类 主要还是纠结在它是不是合法 如果它是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话 不管是条约还是习惯国际法 不管美国是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业的缔约国 如果是合法的话 那么我们要找它合法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是不合法 我们要看不合法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这还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那么我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必须要将它这个结构出来 就是从一些小的问题上来入手 我列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水文测量军事测量与海洋科学研究 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联系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洪农老师的 个人的学术观点 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官方的观点 以及美国官方的观点是非常对立的 那么到底这三者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 是像洪老师说的 是一个交叉的当中 然后这个我们说的水文测量 是处于海洋科学研究 和军事测量的一个交集呢 还是说像美国说的 水文测量军事测量海洋科学研究 是排斥的关系 科学研究因为在公约当中 和测量活动是并列 是这个并列的 所以不可能是互相包含的关系 两者不应该有交集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相对来说 水文测量和军事测量的关系 相对比较容易 我们可以认为军事测量当中 包括了水文测量 可能是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关键还是和大概念 海洋科学研究到底是包含的 还是并列的关系 目前来看的话 很难做出明确的界定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沿海国是否有权制定 限制外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 进行水文测量或军事测量的 国内法规章 那么我国现在关于测量问题的 我们认为测量是一种海洋科学研究活动 那么海洋科学研究活动 我们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 显然是归沿海国专属来管的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律的规章 包括限制你进行测量的 那么我们的测绘法当中 就明确的提到了 那么最新的应该是2017年修订的测绘法 明确提到外国单位或实体 个人或实体要进行测绘的话 这测绘当然也包括军事测绘 对不对 你测绘海底地形的算不算测绘啊 对不对 测绘这海岸的这个形态算不算测绘 这肯定都算 那么这些的话 也肯定要报批 我们来批准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要会同军事相关部门 国防相关部门来批准 那么我们显然是认为是有权来制定 那么美国它进行区分 它说我一般的这些科学研究 那么这个我肯定认为 你沿海国有权管的 但是军事测量没权管 那么我个人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我之前这个外交学人的那篇 那篇评论当中啊 我其实我是这么来看的 就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似乎大家没有引起重视 我们说海洋科学研究 依据公约规定 沿海国有专属管辖的权利 对不对 那么你大家想一下 海洋科学研究 如果是和这个美方说的这种军事测量 就算是并列的话 不是一回事的话 那么大家想想看 军事测量的威胁性 是不是要比我们说的 非军事的这种科研活动要大一些 那肯定的对不对 对沿海国而言 对它的影响显然军事测量的威胁性更大 但是公约却将威胁性较低的普通的科学研究 管辖券都归你沿海国 那么对沿海国威胁更大的军事测量 你沿海国反而不能来管 这似乎变成了一个什么 我们说 威胁性小的你沿海国能管 威胁性大的你沿海国反而不能管 似乎从逻辑上讲 好像没不太有道理 如果合理的认为 军事测量跟水文测量 跟海洋科学研究 是一个包含的关系的话 那显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因为很难想象 你将一个更威胁性更大的 你反而管不了 那么威胁性小的你能管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逻辑上是有一些矛盾的 那么我们说如何来解读这些测量船 频繁的在我们专属经营区内 从事水温调查军事测量的行为呢 那么能不能将这些行为 简单的等同于使用武力 或者武力威胁 那么似乎你现在单纯从他的测量行为 或者他的这个水温测量 水温调查的话 你要将他完全等同于使用武力 或者武力威胁 恐怕有些前强附会 我是客观的说 但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也讲的 他的这些测量 他的这些行为啊 包括托个声纳了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很多都是直接指向我们相关的一些军事平台 比如说潜艇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水下的一些装置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暗机的一些装置 他的测量不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他是有很明确的军事目的来的 指向性也非常明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似乎又不能完全不考虑 他的潜在的威胁性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数据是客观的 关键是这个数据怎么用 那么这个要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你现在也很难通过一两个案例 就直接定性 我觉得你如果完全要定性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似乎又要回到上一次 上一讲我们讲到的就军机侦查当中去了 就是要看他的这个频度啊 他的这个挑衅程度啊 那包括他是不是接近我国的这个海域啊 可能要综合的进行一个判断 而且要我们说要case by case 就是根据一个个的个案进行分析 而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两个关键问题 我认为也对我们深刻理解 探究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两个主要是跟我国有关的 那么一个是我国应当如何有效应对 美国持续开展的啊 针对我国近海的军事测量活动 我们说天上是他的军机在侦查 海里跟这个水面上跟水面以下 是他的军事测量船啊 甚至无人潜航器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说他高密度的高频率的啊 抵径测量啊 而且还这个好像还很得意的说 我们这一直测量啊 全世界都被我们测完了 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必法去应对啊 我们还是说是哎 我们就是口头抗议一下 然后希望你不要再啊 要保证不重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那个发言人 当时09年的这个发言回应啊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回应啊 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换汤不换药啊 他现在继续在测量 我们继续的这个要求他立即停止 十几年了他都没有停止 你可以预计从今天开始再往后算十几年 他还是不会停止的 甚至会有采取一些更加变本加厉的一些新式手段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难道就完全束手无策了吗 还是说还得动员我们渔民啊 发现他的无人潜航器就把他捞下来啊 捞上来捞一下 但是我们要知道 呃16年的那起事件啊 我们最后啊将这个无人潜航器还是还给他了 还还给他了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到底怎样有效的啊 应对啊 这似乎啊 目前来看的话啊 至少从官方的这个啊 行动来看的话 十几年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 那么你如果要问我的话 啊 我还是和上上一讲一样啊 我的这个智力有限呢 啊 我也不是搞实务的部门 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军方或者相关的实务啊 海洋维权部门 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似乎可能也不是一时半缓 能够啊 有个马上立竿见影的一个办法 啊 我们现在对于无人潜航器 也是采取这个查证识别的这样一个啊 笼统的一个做法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啊 其实也也值得思考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明确的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啊 因为我们一直是认为 这些军事测量是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啊 我个人觉得也也这个判断 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那么测维法当然啊 不管修订多少次 这相关的不会改的 对吧 那么相关的肯定是要得到我国的批准 部门有关部门的一个同意的 那么涉外海洋科学管理规定当中啊 也是这样一个措辞 那么我们想想看 是不是要啊 有一些新的法律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 海上交通安全法 那是属于他这个作为啊 将这个潜航器如果视为 视为传播的一个子级 那么他的通过我国相关管辖海域的时候的一个 也需要一个啊 事先通知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是测量 如果光看他的这个测量活动的话呢 如果光是测量活动 你仔细看啊 似乎不管是无人潜安全还是测量船 我们除了将这个前面的这两个啊 根据这个海洋科学研究的笼统规定之外啊 似乎还没有 那么有没有必要 比如说搞一个什么 呃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反制外国的某些活动的啊 你比如说那个我们之前新通过的组阙办法 对不对 制裁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这美国的这些军事活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 呃 涉及到这个上一讲提到的军机侦查 就类似的这些 我们是不是要担心来个立法 专门要应对 啊 外国军机的抵径侦查 侦查外国军事测量船的啊 在我个管辖海域内的测量活动 专门来个立法 有没有必要 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 这部法律当中啊 将要涉及哪些内容 怎样来界定 比如说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界定 是不是要包括进去 是尽量模糊的笼统性的来规定呢 还是要非常具体的来规定 比如说要分海域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在我国的不同的管辖海域 它本身的这个通行制度也好 一些权力也好 也各不相同的 所以这部法律是不是有必要 这是首先第一问 第二问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 它将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第三就是这些内容具体规定的 这个细节程度到底是怎么样 这些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学解 在未来关注的 因为这些问题虽然我们说是一个传统的命题 但是结合现在的一些新的发展 还是有非常值得研究的必要的 这是我对专属进行区当中军事活动的 特别是今天讲到的军事测量活动的 一些关键点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完全是个人的意见 好我们最后的话 再看一下一些推荐阅读 那么这是我们国内学者的一些文章 那么很多学者其实这个无暇号啊 都会写成这个目字旁的 其实应该是根据他英文翻译过来 应该是没有瑕疵的那个瑕 应该是王子旁 包括我看这个刘丹老师的这个 无人潜航器文章当中提到无暇号也写错了 也变成日子旁的侠了 但是这个大家一次都知道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红色标记出来的都是我个人认为 比较重要的文章啊 就优先可以阅读的 那么这些的话 除了张爱文老师的这一篇啊 因为这个年刊啊 年刊我今天早上刚刚刚刚收到 我就看了一下他里面这个 呃因为是十月十几号刚刚出版的啊 我早上才收到 这是今年年刊的论文的第一篇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若干 若干适用问题 那么也内容也非常多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专属经济区当中啊 在他的这个第三个大问题当中啊 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执行中的问题里面 就涉及到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测量活动 算不算胜于权利 58条的胜于权利 就这一部分啊 讲到专属经济区这一部分的 这篇文章当中啊 我觉得探讨的还是比较多 而且我发现啊 呃 大家如果经常看一些新的内 新的文章的话 你会发现你以前以为懂的东西啊 可能哎 你没有注意 比如说这个张老师文章当中有一点啊 就讲到我们说公约当中 有的时候会提到啊 所有国家啊 All States 这个所有国家 包括公约的非缔约国呢 比如说美国 美国不是缔约国 美国不是联合国 还要把公约缔约国 那公约当中提到的所有国家 因为我以前理解 就是所有国家们 我经常我们说的这个沿海国和内陆国都包括 对不对啊 像内陆国很多 像蒙古 哈萨克资产 那的都都不是公约缔约国 那么这个所有国家 是包括公约的非缔约国吗 我们说现在公约167个国家 加一个国际组织 欧盟 对不对 那么还有几十个国家 40个国家左右 那没加入公约 不是公约第一国 那能不能享受到公约当中 凡是涉及到所有国家的这些规定呢 这值得思考 张老师的观点似乎是应该不包括 但是他说这个专属经济市当中很多制度啊 那是习惯国际法 美国也认为是习惯国际法 所以美国也适用啊 他是这样个观点 那么就这些 我们可能平时自己看法条 自己看这个书 教科书的话啊 你你可能不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谈究的 你觉得这不就字面意思吗 对不对 按照我们的条约法解释 那个正常的通常的含义 但是你如果仔细深究的话 你会发现 你读一篇新的文章 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之前没有注意过的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在讲座之后啊 都列出一些推荐阅读 拓展阅读 但拓展阅读就离 推荐阅读可能难度更 就更深一些 可能跟我们的主题离得更远一些 扩展面就更广一些 但是我一般都是分层次的 这个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梳理 那么我这边就是列出来的 推荐阅读也好 拓展阅读也好 全都是我自己看过的 我如果没看过 我不会推荐给大家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这些的话 因为除了这个年刊的这篇文章啊 我现在就没有电子版 那因为我们知道 就中国国际法研究 现在也电子化了 但知网上可能没有最新的 只有去年的 那么这篇没有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问我要 我可以拍照拍下来 拍照拍下来 那么剩下的几篇 我这里都有这个电子版 PDF都在这个压缩包里面 待会就发到群里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 那么下期的话 我们要进入群岛制度 那么群岛制度的话 也比较复杂特别还涉及到关键的 我们中国的远海群岛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分两期 那么第八讲的话 我们是专门讲群岛制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包括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制度下的群岛 具体的一些条款的分析 有些非常技术性的 到底怎么来理解 恐怕大家如果自己看教科书的话 恐怕不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我呢 要进行个深入的这个剖析 那么之后还有第九讲的话 是侧重于我国远海群岛 一个问题 我国远海群岛主要有这个南海的四大群岛 那么以及不容忽视的钓鱼岛 机器附属岛屿 那么这是我们下一期 下周三十月三号的这样一个预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 就到讲座就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呢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的话 可以大家进行这个提问探讨 啊我